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我們這一集同大家睇一睇大陸經濟相關的新聞。 這個新聞是來自華爾街日報,就講到大陸方面反對發放現金促進消費,為什麼呢? 就因為怕這樣做會養懶人。 另一個報導就是紐約時報那邊,它又說中國有一個信心危機蔓延, 而且官方幾個月無提什麼經濟上的特別刺激手段。 我們一齊睇睇睇新聞報道怎麼講。 根據華爾街日報所報導,習近平在8月16號出版的 中共機關刊物《求是雜誌》發表文章,就說到中國政府希望避免採取更加之西方化的刺激政策。 就希望市民保持內心,強調需要避免仿效西方的增長模式。 就認為這種模式對中國來說是不適用的。 而這個報導就引述了兩個熟悉中國政府決策的人士的講法。 他說這個文章發表的時機其實是刻意安排的, 因為這一篇講話是習近平在今年的2月發表的, 但是就一直等到中國公佈新數據,經濟疲弱之後, 這一個講話的文章才發佈。 我講到這一點就顯示出中國的領導層是要反擊, 是告訴國內國外之人,中國政府是會採取更加之多的措施去刺激經濟, 尤其是關於推出面向家庭, 而不是面向政府項目的一男子經濟計劃。 而另一份中共的黨刊《學習時報》也發表文章, 它明確反對向消費者發放現金, 就說這種方法雖然可以起到一定作用, 但是成本太大,在中國根本不可行。 文章有強調,以投資基礎建設和其他政府重點項目做主導的好處, 就是投資不單止形成積期需求, 而且是一個增長的真正動力。 而它的這篇報導也引述了北京方面的人士所講, 習近平對於西式的消費驅動型增長模式, 存在一個根深替故的反對, 他認為這一種增長是浪費, 和他的目標是有點不同, 因為他說他的目標是要將中國打造成為世界領先的工業和技術強國。 相關人士亦都講到, 習近平認為中國政府應該堅持財政紀律, 尤其是考慮到現在, 中國方面是有一個很重的債務負擔, 所以中國是不太可能有額外的錢推出來, 就好像美國或者歐洲那樣的刺激或者福利措施。 報導也講到, 那麼多年來, 大陸官員抗拒採取譬如擴大醫療福利和失業救濟的措施, 去增加民眾在社會福利獲得的現金, 從而刺激消費。 而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也講到, 這個最主要是意識形態的問題, 因為習近平曾經多次提到中國是不應該建設西方式福利國家, 因為他擔心這些福利主義是會養懶人。 同時他這個報導也講到, 有一些中國官員就向跨國機構解釋為何大陸不像美國 在疫情期間直接派錢, 因為這些做決策的人是認為消費者手裏面還有錢, 而且派完錢給他之後不一定會花得更多錢, 所以是這樣的話, 不如將這些資源調配到各有部門, 去方便他們更快更可靠促進經濟成長。 但是這個報導最後講到, 中國政府現在推出的刺激經濟措施都是小收小補, 效果有限, 由於信貸的需求一般, 就算幾次降息都未能吸引到一個增加經濟活動的作用, 而且減完息, 那些人反而是拿錢去做定期, 去找一些利息比較高的銀行存錢, 因為他們可能現在來講, 那個投資的心或者是對後市看得不明朗, 因為疫情完了之後, 可能復甦不似得預期之中那麼強勁。 有些美國的諮詢公司又講到, 投資者現在等著中國政府覺得他應該有機會採取一些更強而有力, 更加有效的刺激經濟措施, 但最新的跡象亦暗示了, 中國政府有很大機會是會繼續採取保守策略, 現在這個保守策略不是不好, 但是你說要很迅速地解決現在大陸的問題就不太容易了。 其實你說派現金促進消費這件事, 很有可能最後又是留了銀行系統, 再加上其實大陸有部份的省份是有派類似消費券那樣的東西, 有部份給遊客,有部份給市民, 其實亦都要取決於當地地方政府的財政, 如果財政寬鬆的可能會這樣做, 但如果財政方面很緊張的話, 那這些地方政府就算想拿錢出來都未必拿得到。 還有一個問題其實報道都沒有講到, 就是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 那麼重的債務你要它再額外拿錢出來, 不是一件那麼容易的事, 難道是中央注資下去嗎? 沒有可能的嘛。 另外一個報道就講到現在中國就有一個信心危機蔓延, 到底怎樣蔓延發呢? 這個報道就在紐約時報出來的, 他就訪問了幾個大陸的老闆, 首先他就訪問了一個姓楊的老闆, 這個老闆就在華東經營香水的工廠, 原本他說期望去年年底防疫解封之後, 他就可以有一個復甦, 於是乎拿了大約四五十萬人民幣出來提升產能, 但沒想到一提升產能就即時乃曬。 他講到, 說疫情之後, 猜不到大家都不花錢, 他說現在的訂單是五年前的三分之一, 而且情況是越來越差, 二十七歲做廣告業的潘先生, 亦都有同樣感受, 他說他這幾年不斷跳槽換公司, 但是客戶一樣, 不捨得花錢的, 連他自己都越來越節省。 潘先生講到, 他說現在大家過得好艱難, 又沒錢消費, 他說這一個情況是他這麼多年裏面經歷過最難的時候。 另一個從事室內裝修的原先生, 他說他在去年年底就沒了個飯碗, 即是被人炒油, 但都找不到一份新的工作, 他說對中國經濟無信心。 澳洲最大投資銀行麥格里集團的中國經濟研究部主管, 亦都講到, 他說現在大陸最主要的問題就是信心不足, 他說信心削弱和經濟下滑, 就形成了一個加劇的惡性循環, 即是說中國的消費者, 擔心就業前景, 就不敢怎樣用錢, 而企業方面就降低成本, 不再請人, 所以消費者就不再花錢, 這樣就惡性循環了。 其實7月份, 中國方面的領導層是曾經開會去談, 怎樣玩夠惡化的經濟, 雖然開完會之後是強調會提震信心, 但究竟會用什麼方式去提震市場上大家的信心, 好多的投資者都在觀望著, 但現在沒有再公佈青年失業率了, 但停止公佈這些數據, 是會令到人越來越無信心, 可能會有一個反效果出現, 再加上有一個失業率的問題在這裏, 大家難找工作, 沒有工作, 收入低了, 這幾樣東西加起來, 其實大家是會不捨得用錢, 變成一個剛才所講的惡性循環, 沒有錢, 怎樣消費呢? 你又想我消費, 但是我又找不到工作, 你又想我投資, 又想我借錢做生意, 但是看到現在大市的環境是這樣, 大家都不願意消費, 還哪有人敢入市呢? 所以這條經濟復甦之路, 都有點漫長, 還未講樓市方面, 碧桂園已經在這裏就爆就爆那樣, 雖然碧桂園會爆的可能性就不太高, 但這些亦都很影響他的信心, 因為那些人不敢去買碧桂園的相關樓盤, 營業額有下跌, 連帶其他房地產公司的樓盤, 大家都未必敢賣。 好啦,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 下面留個言吧,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